想在早上來一份麥當勞經典大早餐嗎 還是在下午的時候 點一份麥脆雞翅 還有冰沙來解解嘴饞呢 不過這些品項3月15號以後 都買不到了 麥當勞菜單大換血 麥脆雞翅摩卡等 九大品項15號即將停賣 四月可樂 雪碧等飲料 大杯Size也將走入歷史 會有點可惜 因為選擇更少了 雞翅嘛 就脆脆的 肉很香 雞翅沒什麼人會想吃嗎 它還滿貴的 然後肉也滿少的 就連甜心卡品項也更動 麥當勞2023攜手Live Friends卡通BT21 推出四款甜心卡 A區新增地瓜條 雙倍Oreal冰旋風 熱蜂蜜奶茶 B區熱紅茶奶茶則升級為中杯 雖然新卡A區能夠用38元 就換到B區商品 不過再也沒有大鼠 換大杯可樂 粉絲無法接受 我覺得比較可惜 應該是大杯可樂不賣了 變相漲價了 那也不會可惜啊 因為大杯我根本喝不完 PTT網友也轟動 根本就是肥摘末日 怒烘地瓜薯條超難吃 揚揚抵制台灣麥當勞 不過也有好消息 3月15號兩大神級漢堡 同步回歸開賣 雙層麥香雞麥克雙牛寶 好爛啊 為什麼 有點沒創意 產品特製你也可以多加一塊 而除了麥當勞之外 頂呱呱也推優惠 連13天 雞脖子紅茶雪泥買一送一 漢堡丸跟加碼滑雪雨寶 極快可樂只要100塊錢 甚至最低49元就能吃到漢堡 速食業者大打優惠戰 華語新聞張幻軒白飛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